大家好 我是六塊錢 歡迎大家訂閱 林啪卡好笑的頻道 請大家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下一位表演者 下一位表演者呢 就是他的表演 介於意識流跟潛意識流 或者是你不知道他怎麼流 讓我們掌聲歡迎六塊錢 大家好 很開心耶 因為之前來禮拜三的時候不會有錢 然後現在有騙很多笨蛋 就是講七十五塊這樣 然後我們就有錢了 開心 再講 嗨 嗨 大家好 哇 直播耶 我第一次上直播 真的很開心 我現在有點緊張 真的 因為我現在心跳跳很快 真的 我心跳跳很快 那個攝影機拍得到嗎 就是我奶頭勃起了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 你可以輪近一點 真的 他真的勃起了 真的啦 真的 真的啊 好開心喔 哇 第一次上直播耶 那那個 一開始我們就 先來唸一首詩 就是好 因為我是那個 讀書人 我會寫 那個唸一首 最近一個很紅的詩人 叫吳芬寫的 跟那個雨天有關的詩 因為最近一直在下雨 我要開始唸囉 你來找我 可是這雨下的夠大 我出去接了你 你不要替我撐傘 就讓我濕 就讓我濕透了以後 你再進來 真的好啊 就是很有意境耶 對啊 好開心喔 就濕了 就太乾的話會破皮嘛 所以就是要 濕了之後再進去啊 嗯嗯 啊 好啊 好吧 噢 幹了 欸 好久沒有做愛了 真的 真的 對啊 嗯 就是下雨天 很多女生都濕了 可是我還是進不去 對 好奇怪 欸 大家現在心情是不是還蠻平靜 我現在心情還蠻平靜 喔 上禮拜呢 啊 對啦 對啦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六塊錢喔 然後我是一個那個 表演者 我是一個表演者 對 我是一個劇場演員 我是那個 北大碩士喔 就是全台灣最好的藝術大學 對 然後呢 我上禮拜去台中 拍了一個那個VR的影片 很酷高科技這樣 就是一顆球還有八顆鏡頭這樣 可以拍全景 我去拍一個VR的那個 同志三溫暖的影片 然後我現在要跟那個 一些同志朋友道歉 就是因為我以前好像 講很多那個 同志的笑話 對啊 就是他們 我就說 欸 你跟同志朋友 不可以跟他說哈囉 因為你跟他說嘿哈囉 然後他就會說 喔 那我哈囉 所以我講了很多 他們說對不起啊 對 對不起嘛 對不起嘛 對不起 因為我那個影片 是那個同志三溫暖 然後一個很小間的房間 大概是這個舞台的三分之二 就很小 然後進去之後 就是七個人都裸體 然後七個男的都擠在一起這樣 然後有一個人跑過來舔我奶頭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可以幫你口嗎 然後我說 不行啊 你不是狼狼 不能上口 然後 然後 噔噔噔噔噔 對 因為他 因為他是很愛練身體的那種同志 他就會去日賽機 都黑黑的這樣 對 然後他就會幫我舔奶頭 然後我要跟同志朋友說對不起 就是他一直舔我 然後他還一直 一直摳我蛋蛋 可是我都沒有勃氣 對啊 為什麼 對不起啊 對不起 真的 對 因為 他們已經很努力了 可是我真的沒有勃氣 對不起 欸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那個 Tinder啊 Tinder上面很多人的自我介紹 都會說不約跑 然後不要 不要OMS 就不要One night stay 可是大家有發現 那個我們會在Tinder上面說 不約跑的那些女生啊 真的都沒有人想跟他約跑 對 然後我就 我就很想告訴他們這件事情 我說真的真的 沒有人想跟你們約跑 我就 把我每天唯一的一個 Super like就傳出去 傳給那個說不約跑的那女生 然後配對到了這樣 然後他就說他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對 就是不要跟他約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什麼 前陣子博恩說什麼 強姦的段子 然後我就覺得乾 就是他居然開始跟我講 博恩的事情這樣 然後說什麼 他說被女朋友強姦 被老婆強姦 然後我就跟他說 對 對 我覺得強姦是一個很不好的 不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以後大家不要強姦 就是 如果你幹完對方的話 就是記得給錢 對 因為 給錢之後就不是強姦 是消費 所以我要改變這個想法 就幹完它之後 護士又代你 護士又代你 然後丟個兩三百塊 至少沒有啦沒有啦 我講錯 我講錯我講錯我講錯 我講錯對不起對不起 至少丟三百五 跟我今天上台的錢一樣 然後 你娘欸 老婆幹完女之後就丟了三百五 這樣 然後就是 女的 因為博恩不是我說 他以前就是 被那個同學抓起來打頭槍嗎 那打 方便打頭槍是那種不好啊 就是 打完之後也要給錢這樣 這樣 然後 他就說他是女性主義者 那女生他就一直跟我吵這樣 然後他就說女性是弱勢 我說沒有 沒有 女性不是弱勢 因為 因為當你把弱定意出來的話 就會有強 強弱就會產生 如果沒有好這個概念 就不會有壞這個概念 你懂嗎 懂嗎 懂吧 懂吧 小精靈都出現 所以 就是大家不要覺得自己是弱勢 弱就會有強 大家也不要覺得自己好 有好就會有壞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吵 然後吵到凌晨四點 然後女生就說 那你要不要來我家喝酒 然後我說好 那我就去他家我就幹他 這樣子 然後就越泡這樣子 對 然後最近這個疫情很嚴重 就是那個武漢肺炎的疫情很嚴重 但是像我爺爺他住的那個社區啊 因為你知道老人家比較容易 就是感染 死亡率比較高 像我們年輕人雖然得病了 但是死亡率比較低 然後我爺爺他住的那個社區 他們很早就開始居家隔離了 他們大家都住在這個瓢裡面 就不會感染 因為他們那個社區很安全 因為像中國武漢有一些社區就是 可能媽媽的骨灰裡面有別男人的骨灰這樣 就可能有些黑人的骨灰在裡面 登登登登 就是大家就是在瓦裡面開雜交派對 連死了之後都沒有辦法居家隔離這樣 就是大家知道今天是4月22 前兩天是那個420嘛 大家知道420什麼日子嗎 大家知道吧 大白二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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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總統就職典禮的前一個月 叫白色總統就職典禮 對就是那個 對啊 因為那個2月14日情恩節嘛 差一個月就是白色情恩節 所以那個4月20日是那個白色總統就職典禮 然後 要晚一個月喔 然後 就是你也可以說他是國際大碼日 然後因為我在家裡面我就會去上網看那個 國文教學 國文的現場教學 欸我不想屌你 我要去去講 呃就是 欸欸 等一下 最後一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好了 最後一個就好 我要講一個 真的真的 是 一個知識 知識 大家 知道什麼是 大家什麼知道什麼是 豪梁之辯嗎 不知道了吧 我跟大家講 豪梁之辯是一個很屌的故事 就是呢 莊子 莊子是一個有名的人 他跟會師呢 他們兩個人在豪梁上面吵架 然後那天呢 那個莊子 他就是在 那個豪梁上面 他們在那個橋上面 然後就看那個魚說 哇 魚好快樂 然後一邊抽大麻這樣 呃 魚好快樂哦 呃 魚真的好快樂哦 然後繪師的頭群 你怎麼知道魚很快樂呢 然後 他就說 真的啊 魚真的很快樂 你又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魚 你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很快樂 然後就 因為我不是你 所以我不知道 你知道魚很快樂 所以你也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魚很快樂 然後最後他們就幹在一起了 這樣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總紫 總紫 就說 你快樂 你是我快樂 你是我快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